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提起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体系 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欧美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北欧的丹麦 奥地利亚 瑞典 瑞士 这些国家呢 都以福利好 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而著称于世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历史上最早的 由国家主持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源自于欧洲的话 这似乎就不太对了 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呢 是开始于公元1601年 是在英国 当时呢 通过了一项法令叫伊丽莎白救济法 这个可以被视为欧洲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开端 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早的 最早的呢 是源自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朝代 宋朝 大约是从公元1000年左右的时间开始 宋朝呢 就开始逐步实行社会保障福利制度 这比欧洲提前了将近600年 宋朝实行的这套制度呢 不仅是开始的时间早 而且它的深度与广度都是600年以后的欧洲的伊丽莎白救济法所无法比拟的 伊丽莎白救济法呢 简单的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对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人 政府出资予以救济 第二对那些无人抚养的孩子 由政府出面 联系一些有钱有实力的人家收养 然后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以后呢 就让他们开始做学徒工 第三对于那些能劳动但不去劳动的人 就把他们关进监狱进行强制劳动 而宋朝的社会保障体系呢 可以说覆盖了从强保到灵木的人生的全过程 对国民实行的是全方位的照顾 它的有些制度 即使是现在看来 也不是很多国家都能够做得到的 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聊聊有关宋朝的福利保障制度 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 你现在是否享受到了宋朝人享受到的福利 一说起宋朝呢 我可能就会习惯性的跑题 希望大家呢 对此做好准备 今天这个节目呢 与前几期节目呢 可能会有所不同 今天呢 更倾向于漫谈性质 所以呢 咱们总的原则还是像以前一样 是打哪儿 指哪儿 咱们先来说说儿童福利方面 宋朝对儿童的关心是从母亲怀孕就开始了 大宋开国不久 就颁布了胎养助产令 从母亲怀孕开始 政府呢 就给那些贫困的家庭的孕妇 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让孕妇能够安心的养胎 孩子的父亲呢 在这段期间也可以免除一年的劳役 让他能够在家专心的照顾自己的妻子 孩子生产以后 政府呢 会给每个孩子每个月四万钱 来帮助贫困家庭的父母养育这个孩子 对于那些弃婴或者是流浪的儿童 从仁宗皇帝开始 政府就设立了菊子仓 后来呢 又叫做慈幼菊 来专门的收留这些流浪儿童和抚养那些弃婴 一切的费用都是由政府开支来负责 这些在慈幼菊长大的孩子呢 在他们稍微懂事以后呢 就开始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 让他们能够学一点本事 也可以将来自己谋生 说到教育呢 宋朝整体受教育程度 在中国历史的历朝历代中 应该说是很高的 宋朝的学校呢 非常多 而且收费非常的低廉 对一些全国重点的学校呢 像太学 不光是免费就读 而且呢 国家还给每个学员 每个月一千文的生活费 太学呢 基本上就相当于 咱们现在的大学 或者说是研究生这个级别 我们现代的社会中呢 出现很多的留守儿童的现象 留守儿童的出现呢 和整个社会的流动性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整个社会都处在流动之中 那么就会有一些儿童成为了留守儿童 宋朝时期 虽然人员的流动性也是非常大 因为宋朝的商业经济非常发达 很多人呢 并不是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务农 而是四处经商 所以呢 人员流动也就特别的频繁 但是在宋朝时期 留守儿童并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啊 留守儿童问题之所以存在 并不是说父母不想把孩子带在身边 而是因为呢 有些现实的问题无法回避 比如说入学问题 你到了一个地方 孩子如果没有户口的话 你可能都无法就读于当地的学校 孩子呢 也就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 再一个呢 就是生活费用问题 大城市的房租啊 各方面的开销非常大 如果把孩子或者老人带在身边的话 这个费用是无法承担的 这些呢 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但是在宋朝时期呢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宋朝时期也有户籍制 但是呢 一般来说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就可以自动复籍 入学这方面 孩子也可以在当地入学 这方面是不受户籍限制的 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是一样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在生活费用方面 一般小孩入学呢 每天的学费呢 大概也就是一两文钱 官万的可能更少一些 而且呢 类似这样的学校非常多 在一个巷子里呢 甚至可能就有两个学馆 读书之声相闻 那么一天一文钱多不多呢 在宋朝啊 据有些学者考证 宋朝时期的平均收入 一天差不多是一百到三百文 最低的那些打零工的人 一天也至少能够挣到一百文 如果是到城里打工的那些人 他们买不起住房的话 租房的话 政府对租房的租金是有限制的 即使是京城开封 每天的租金呢 也就是十七文上下 所以啊 即使是对于那些最低收入 每天一百多文的人来说 他拿差不多十分之一的收入来租房 然后用百分之一的收入来供孩子念书 剩下的钱 他已经足以养活一家老小 这也就难怪 武达郎就是卖吹饼 都能供养着 潘金莲和一个二层的小楼 老百姓经常说呀 有什么别有病 没什么别没钱 一场病就足以让你倾家荡产 在宋朝呢 对于那些生病 但是家庭贫困的人 也有一整套的福利措施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由公司合营的福利医院 就是在宋朝时期创立的 创立的地点呢 是在杭州 创办者大家也不会觉得陌生 他就是苏东坡 是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府的时候创办的 后来宋朝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内 开始推广安剂房这个福利设施 在安剂房里 贫困的生病的人得到了免费的救治 宋朝还设立了大药局和施药局 这些药呢 都是按成本价 甚至是低于成本价来供应给患者 我们可以说 宋朝时期的医药体系是非盈利机构 除了安剂房以外 宋朝呢 还有一个非常具有人性化的福利政策叫安卢居 安卢居呢 是帮助那些在旅店住宿过程中突然生病的旅客 政府规定 旅店不可以把这个病人轰出去 而要给他去在当地请医生 所有的费用最后到官府中去报销 由此就可以看出 宋朝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疾苦的关心 并不是流于形势 而是真的放在了心上 宋朝一向是以孝之国 所以对于老人的关心更加是细致入微 在宋朝呢 实行了试丁制 试丁制呢 就是家中如果有八十岁以上的父母 那么家中一个男丁的赋税和劳逸可以免除 这样呢 就可以让他专心的在家伺候双亲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叫全流养心制度 这项法令呢 是对于那些犯了罪的儿女 如果他们家中有八十岁以上的父母 那么他们可以不必马上开始服刑 他们可以在家伺候父母 直到父母受终之后 再回到监狱服刑 除非他们犯的是那种 毛反杀人越货的大罪 另外 所有的大宋子民 只要你年纪在六十岁以上 你都有资格入住由政府开办的居养院 或者叫养妓院 一切的费用由政府负担 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养老院 不过呢 是完全免费的 不光是免费 政府呢 还给每个老人每天十文钱做零花 这十文钱是政府规定的 到了地方可能会更多 因为很多的官员都想表现在自己的治下 对老人的关爱 以体现儒家推崇的孝道 所以呀 在很多地方 老人们得到的待遇甚至是更加的好 宋朝尊老重老的风气 可以说是从上到下贯彻始终的 即使是在老人去世以后 宋朝呢 还有一项福利制度作为延续 这个福利制度呢 叫漏则园 就是由政府出资 把一些荒帝呢 开辟成墓地 然后呢 把那些官寡孤独的老人安葬在这里 政府呢 还出钱为他们请和尚 超度他们的亡灵 所以呀 总的来说 宋朝时期实行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全套的福利保障措施 对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 可以说提供了全面的保障 那可能有的朋友就会有疑问 实行如此全面的福利保障政策 那钱是从哪来呢 这些资金呢 有一部分是出自于政府收入 还有一部分是皇室子弟的捐款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民间筹款 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皇室子弟的捐款是占了绝大部分 那么宋朝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我看过一个数字 在西宁十年的时候 宋政府的财政收入30%是出自于农业税 而70%都是出自于工商税 也就是说 在宋朝的大部分时期 工商税都是远远的超过了农业税 这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是绝无仅有的 宋王以后 应该是一直到了清朝末期 政府的财政收入中 工商税才又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宋朝时期的商品经济这样发达 那么自然它也就需要大量的货币 铜钱 喜欢股钱币收藏的朋友们肯定知道 宋朝的铜钱在市场上的价值非常的低 远远低于清朝的铜钱 按理来说 越古老的铜钱应该价格越贵 但是宋朝的铜钱恰恰相反 原因就是因为出土的宋朝的铜钱实在是太多了 别的朝代的铜钱一出土几百枚几千枚 宋代的铜钱一出土就是几吨 而且不光是在中国出土 在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韩国日本越南都有出土 甚至到了东非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都有过宋朝铜钱出土的记录 毫无疑问 宋朝的铜钱是当时国际上的硬通货 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就是到了宋朝灭亡以后 到了明清朝的时期 国外的有些地区依然用宋朝的铜钱作为他们的交换的货币 宋朝的铜钱那时候被大量的走私出口 因为铜钱到了海外以后 它的购买力可能是宋朝国境内的几十倍 不知道现在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中有没有从事毒品生意的 如果有的话呢 就请您去自首吧 当时走私宋朝铜钱的利润不亚于现在走私毒品 这也就难怪这么多人愿意铤而走险 以往的朝队最害怕的就是土地兼并 因为一有土地兼并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 他们可能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最后铤而走险造反起义 而宋朝的土地兼并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原因很简单 这些人他们有生路 刚才说了 宋朝时期的流动性非常大 所以人们并没有被捆绑在土地上 他们可以自由的流动 户籍对他们的流动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而且宋朝的工商业发达 所以就可以吸纳很多从土地中走出来的农民 他们可以去矿山去做工 可以到城里去做小生意 一样可以养家糊口 宋朝时期可以几百亩地只种一种装甲 只供应一个城市 这个有点像现代农业的意思 这在以往的朝代中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享受了比以往的朝代多了很多的福利 但是宋朝人的税负和以往的朝代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因为宋朝时期的生产力水平高 所以同样比例的税负 对于百姓来说 它的可支配收入就大幅度的增加 这个很容易理解 100块钱你交10%的税 你手里只剩下了90块钱 而1000块钱的收入 你交10%的税 你手里就剩下了900块钱 宋朝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我记得有一位学者叫李约瑟曾经说过 说在欧洲的一个国王 他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宋朝的一个看门的老大爷 这话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也反映出当时宋朝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巨大差距 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之间的欧洲那时候还是在黑暗的中世纪 仍然在黑暗中徘徊 一说起宋朝啊 人们总会说起他的三冗 冗兵 冗元 冗官 冗兵是说宋朝有一个庞大的军队人数 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 这些人数是从何而来的 在宋朝的时候 如果发生了天灾 那些灾民们会被政府收纳进乡军 就是让他们当兵吃粮 用当时官府的话讲 就是多了一个士兵 少了一个贼口 所以最多的时候 宋朝有相军125万人 都是吃公粮的 冗官呢 确实是一个实际情况 宋朝跟唐朝不一样 宋朝是你只要考中了进士 马上就有官做 而唐朝呢 还要等吏部的再次考试 然后还要等有空额才能做官 所以呢 宋朝的官就比较多 另外呀 因为宋朝的商业经济非常发达 所以呢 他和其他的朝代比 他就需要很多的官员来管理这些商业领域的事情 所以他的官员队伍就格外的庞大 但总的说来还是官太多 这也就难怪有人说 在宋朝做官是最舒服的 不过呢 对我们后人有一个好处就是 宋朝那些当官的竟是一些大文人 如果说他们每天都是勤于政务 未寝忘食的话 哪有时间为我们留下那么多美丽的诗篇呢 宋朝啊 有些地方他花钱是大手大脚的 而有些地方呢 又是口口嗦嗦的 比如说北宋的皇宫 北宋的皇宫非常的寒酸 他以前的前身呢 就是一个节度使的一个府邸 赵匡应建立政权以后 就把这个府邸做了皇宫 北宋的皇宫不仅是小 而且呢 他还就处在闹市区 与民宅混杂在一起 一点也显现不出皇家的尊严 其实北宋刚开始的几个皇帝呀 像宋太宗赵光义也曾经想过要扩大皇宫的规模 他甚至把这个草图都画出来了 但是呢 大臣们并不同意 后来大臣们勉强同意了 他又得去征求周围百姓的意见 因为涉及到了拆迁 所以赵光义就派出他的官员去做百姓的动员工作 去说服百姓 没错 是去说服 而不是下一道圣旨 让拆迁队直接拆房 可是因为皇宫的位置啊实在太好了 百姓们呢都不想搬迁 最后这事呢也就不了了之 皇宫还是在原来的位置上 因为皇宫身处闹市 而且北宋呢又没有宵禁 所以啊 一天到晚的是各种声音不断的涌入了皇宫 有一次啊 仁宗皇帝晚上处理完政务以后 正准备休息 这时候宫外的私竹之声不断的传入 这时候呢 有一个太监呢 就跟仁宗皇帝说 说官家 你看外面如此的喧嚣 而我们宫内却是如此的冷清 您看是不是派人出去 让他们小点事 好让您早点休息 仁宗皇帝就制止了这个太监 而且对他说 外面喧嚣 里面冷清 这我才能心安 如果相反的话 那我就更睡不着觉了 北宋的城墙外还有一个大酒楼 这个酒楼盖的很高 从酒楼的高处平台上 可以俯瞰北宋的皇宫 听起来这北宋皇宫的安保措施可是真的急待加强了 上面的人如果设置个闯弩什么的 真的可以行刺皇家 站在这酒楼的高台上望向皇宫 估计哪位不文明的太监小便都可以被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估计也没有人看 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看的 到了南宋时期 南宋皇宫的规模比北宋还要小 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 虽然说呢 在历史上名声很差 被公认为一位昏君 但是他有些方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比如说在节俭这方面 赵构一向主张是弃奢从俭 所以呢 南宋的皇宫也是非常的简陋 因为大殿的数量实在太少 宋高宗赵构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把其中一个大殿呀 变成了一个多功能厅 比如说今天这个大殿呢 要做祭祀活动 他就挂上一个牌匾 明天要搞一个什么庆典 他又换另外一个牌匾 大殿还是那一个大殿 但是牌匾可以换来换去 赵构虽然说是个昏君 他重用秦桧还杀死了岳飞 但是呢 对历史人物 我们还是要客观的看待 不能说他是昏君 就没有做一件好事 赵构在节俭方面和发展南宋时期海外贸易方面 还是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的 南宋后来的繁荣和赵构的经济政策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些福利制度在宋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头 贯彻的最彻底 实行的最好的时期 恰恰是宋朝时期最昏庸的皇帝 宋徽宗赵极执政时期 而当时坚决执行这些福利政策的 正是担任宰相二十多年的蔡经 蔡经无疑是一个奸臣 宋徽宗也肯定是一个昏君 他们两个人已经被牢牢的盯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想接都接不下来 但是呢 也不能说这两个人在执政期间是一无是处 这也不太客观 至少蔡经在建立和发展宋朝的福利保障制度这方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蔡经搞经济是很有一套 宋徽宗想好好的享乐 还真离不开蔡经 那么蔡经是怎么搞经济呢 其实啊 说起来大家也不会觉得陌生 蔡经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呢 主要就是扩大国有化的规模 增加有效需求 增加货币投放量等这些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几百年以后 西方有一个经济学家发展出了一个类似的经济学理论 这个人的名字叫凯恩斯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 实际上和蔡经当年的经济政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影响了当时的世界 1930年 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大致是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进行改革 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使美国迅速的崛起 但是很明显 蔡经当年玩的并不是特别好 同样的经济理论 有时候就是一把双刃剑 罗斯福新政 美国因此受益 而当年的蔡经则被这把剑割伤了要害 起初的时候 蔡经的一系列政策还算是搞得风风火火 国家财政收入也是大幅度增加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 这与宋朝历代皇帝的执政思想是相违背的 这也就难怪北宋在徽宗一朝走向了灭亡 当时就是蔡经把水泊梁山那块地方收归了国有 不让那些百姓们再下壶捕鱼 所以最后才有了宋江起义 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水浒传中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最恨的人并不是蔡经 而是高求 蔡经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奸臣 被称为北宋六大贼之首 也被记载入了宋史的奸臣册 可是在水浒传中被列入四大奸臣之一的高求 并没有进入宋史的奸臣路 六大贼中也没有高求 那么高求是确有其人吗 他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 高求是确有其人 说起来啊 他的发迹还真的 首先要感谢一位我们熟悉的老朋友 苏氏苏东坡 高求以前是苏东坡的一名书吏 就是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因为高求写的一首好字 又略通一些诗文 苏氏当年被贬珠惊 就不能带着高求了 但是苏氏还是非常的仁义 他给高求介绍了一份工作 就是让他去苏氏的好朋友王申那里去做一名随从 王申是当时的驸马都尉 他的夫人是宋英宗与高涛涛的女儿 叫赵浅宇 被封为了蜀国公主 大家看过清平月 知道辉柔公主的故事 其实这位蜀国公主赵浅宇 他的故事比辉柔公主还要凄惨 这个故事如果讲起来的话 那可真是说来话长 所以今天的时间关系就不能给大家讲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讲这位赵浅宇蜀国公主的故事 王申看着好友苏氏的面子 就收了高求做了自己的随从 后来有一次呢 当时的端王召集 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觉得王申书并脚用的一个壁子 特别好用 王申呢 就说 我家里呢 还有一个把新的 一会儿呢 我派人给您送到府上去 他派的人就是高求 结果高求到了端王府的时候 正赶上宋徽宗在那里玩猝狙 再踢球 也正巧一个球就飞向了高求 高求本身就是一位球星 姓高名球 自C罗 他非常利索的接下了球 又非常漂亮的踢了回去 这两脚可以说是寂经四座 当时就被端王看上了 于是端王召集就跟王申说 你的壁子我留下了 送壁子的人我也留下了 就这样 高求就跟了端王召集 后来天上掉馅饼端王召集是荣登大宝 他那时候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的嫡系人马 高求就是他的培养目标 但是高求并没有什么才学 如果想通过文官体系做官的话 他肯定是达不到标准的 最后 徽宗召集就想让高求从武官这条路上来发展 于是就让他跟着端王和一位叫刘仲武的将军去边关打仗 去挣一些功劳 端王和这位刘将军后来打了几个胜仗 高求也算是沾了光 就这样 他慢慢的就做到了太位 长期掌管北宋的禁军 北宋最后的灭亡和军事上的失败有脱不开的干系 所以高求可以说是责无旁贷 但你要说他有多奸有多坏 似乎呢也谈不上 实际上他是被徽宗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 历史上的高求也算是知恩图报 他对当年提拔他的刘仲武将军的后代也是大力的提拔 其中有一位在南宋时期还成了抗金的名将 而对他最早的雇主苏氏 他也一直是感恩戴德 苏氏或者以后苏氏的子孙每次来开封城 高求都要亲自的款贷 送很多的钱财来帮助他们 以此来感谢当年苏氏对他的照顾 所以至少从这一点上来说 高求呢并不算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当然了 他肯定也是一个贪官 这点是毫无疑问 公元1279年 在崖山海战失败以后 十万军民投海自尽 与大宋王朝共存亡 很多人对此持有意义 有的说他们并不是自愿投海的 是被人逼的 还有人说这十万人都是双方死亡的士兵 和宋朝的皇室人员 并没有什么老百姓 一般的老百姓怎么可能和那些统治者们建立这么深的感情 愿意为他们殉葬 在我们的历史书中 不是就是告诉我们封建的统治者 如何的压榨剥削百姓 最后是官逼民反爆发了农民起义 历史好像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在原地翻滚打转 在这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 那种冷冰冰的关系 我们的历史书没有告诉我们曾经有这样一个王朝 它历经了三百多年 在这三百多年中 儒家思想的精华 仁义理智信 从上到下深入人心 而其中大部分的君王也以爱民儒子作为他们的使命 这个朝代并没有赫赫的军功和张扬的霸气 他有时就像他的皇宫一样淹没在云云众生之中 但是他依然是伟大的 因为他让他的子民们过上了他们梦想的生活 所以那些投海自尽的十万军民 他们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君王殉葬 而是他们想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价值理念共存亡 因为他们知道随着这个朝代的逝去 他们再也不能回到他们以前的生活了 所以啊 我坚决的相信十万军民投海自尽 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壮举 它代表的是这个民族宁为玉岁 不愿瓦全的一种精神 同时呢 我还想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猜疑 而是我们失去了赞美崇高的能力 如果崇高得不到赞美的话 那么将来大行其道的一定是平庸和卑鄙 蒙古人的马刀最终是征服了这个国座319年的王朝 这个被后世的国外的史学家称之为 现代社会的浮小的大宋王朝 也使得中国错失了从破小石崩走向艳阳满天的历史机遇 文明再一次被野蛮所摧毁 如果我有机会穿越到南宋被灭国的那一刻 我会问问那位坐在马上挥舞着军兜欢呼他们伟大胜利的那位蒙古将军 我想问问他你知道你打碎的是什么吗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